教会的纯一与合一 是神使用一间教会绝对因素 这两者的结合是带来教会成长最关键因素 有些教会就一个清另外一个 两者不平衡 那你就会发现这导致了教会停顿不成长 那么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 教会的纯一性 纯一的重要性是什么 各位教会是基督的心 各位对一个丈夫来说 什么是最重要 就是他的妻子的纯一纯结是最重要 所以当哥林多教会 他们不能分辨假教师 他们就开始接受他们的教导的时候 我们在那里就看到保罗为他们感到非常的愤怒 他就说 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仗 把你们如同真杰的同意献给基督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与邪 失去了向基督所存 存一清洁的心 各位保罗在这句话 他讲什么 你们要问我 他在这里所讲的是信徒 哥林多信徒所领受的教导 那这些教导 假教师的教导 其实已经渐渐的误会了信徒的心 各位教导在教会里面是最重要 那教导会成为我们的思想 然后思想就会影响我们的情感 你爱什么 恨什么 跟你的情感是一个关系 情感 误会的时候呢 那个误会的情感影响你的意志 你的决定 你的处事就在于你的意志 从教导影响了思想 思想影响了情感 情感影响了意志 之后你就发现这个教会失去了一个存异的心 所以信徒听什么教导呢 是与他们存异的心息息相关的 那有一些教导 那我们听的时候呢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好像这个传道人都是翻开圣经的话来讲 用的是圣经的字眼 那比如说 我昨天前天就说了 像恩典福音 成功神学 这类似的教导 那这些的教导 都是其实跟着这个文化 这个国家开始有钱 社会有兴盛 富裕的时候呢 那这些教导就开始盛行 那这些教导进到教会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 一般的信徒觉得 没什么 因为用的字眼 跟圣经的字眼很相似 像是恩典 用能力 讲圣灵 讲亨通 讲顺利 各位 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是听了听了 你不知道为什么的 就信徒听了这种教导 慢慢就关注地上的事 他们祈求的 追求的 就跟神的国 神的义没有关系的事 反而都是地上 你需要的 有些物质方面的事情 他们开始追求的一种 那种捷径 快快要成功 快快要得胜 快快要兴盛 快快人数成长 他们不要等候 就要成全 不要顺服 就要得胜 各位你问 这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 是从哪里开始 从教导出现问题开始 这些教导 你不能说它是异端 因为它在基要真理上 不是有很大的错误 三一神论 耶稣的双性论 救恩论 这些东西 基本上没有问题 但是整个的理念 教义理念 带出来的时候 保罗说 有所偏邪 偏邪 所以偏邪的教导 不正规 然后慢慢就一样 听的人 他的心开始偏邪 各位以前我到大陆 刚刚去那个地方 服侍宣教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群 很好的同工 他们常常就是跟着我 从南走到北 北下到南 我们就每一次 一进去的时候 就五六个城市这样走 一个地方两三天 那我们就很好的同工在一起 就会常常教导他们 他们也这样的出钱 花时间这样跟着牧师 这样过去牧养 劝解弟兄姐妹 这是曾经教我 非常感谢 很欣慰的事情 但是有一个姐妹 特别她是传道人 她就带着她五个姐妹 就一起 有时候的轮流 就是跟着 他们五姐妹 都是传道人 你没有办法想象 那全部都是这样 热心地爱着 就跟着我走 那时候他们几乎成为 我在大陆施工里面 最好的同工 她说有一天 很奇怪的 这个姐妹呢 她就开始 跟我讲 有一个东西 她说牧师啊 你有没有听这个美国人 这个Joel Austin 你知道她吗 各位知道Joel Austin吗 她说 她的丈夫长得很帅 她的妻子年纪很大了 但是看上去的时候 青春美丽 他们很有恩典 这个叫恩典 这个叫恩典 然后有一天 她就说 你们有看过 新加坡的平约社 每次跟Joel Austin在一起 也是恩典福音 比如说这个平约社 每一次讲道的时候 他穿一个皮衣 皮做的那种衬衫 那种jacket 看上去很有恩典 我就感觉奇怪 我一来教导你们 什么叫恩典 恩典不但拯救我们 使我们坚忍 保罗说 主的恩使他格外劳苦 对不对 有这样的恩典 但是为什么现在 他就是讲恩典的时候 慢慢就感觉 他是以外在的东西来讲 外在的体现 就这些东西 看得到的 健康 顺利 容貌 这些东西 然后后来我就慢慢知道 他中毒了 慢慢在网站 就听这些信息的时候 他的心就开始偏斜了 后来他就带领了一群 他的这群五个姐妹 全部离开 去专门听这些信息 我的整个施工宣教团里面 所有的传道人 三分之一受他影响 三分之一 那时候有几个 其实很不错的姐妹 曾经她们就是跟着我 然后呢 她们就是 有些是做网络的 有些是做文字的 曾经有一个姐妹呢 五十几岁 我就问她 每次牧师这样走着的时候呢 你就这样没有工作 就跟着我们团队 都一起这样走 你不辛苦吗 你的经费怎么来啊 你的生活费怎样 她说牧师 你放心 我没有问题 我以前就是 做生意的时候 已经规划好 我有储蓄 一直到老 没有问题 我要这样的 一直随走随传 跟着牧师 然后呢 为着中国大陆祷告 那时候我心里面 听了很轻微 我说感谢主 愿神赐福你 那然后我们就这样子 但是这个姐妹呢 受了那个 刚刚进到 这个恩典福音的教导之后呢 奇怪 我就在网络上 她们离开的时候呢 我就看她们在网络上 做什么 开始开酒店 做生意 然后她们说 要赚钱 能够奉献 能够做上帝的施工 很奇怪 对不对 有一个姐妹呢 是很内向的 忽然间 看她在网络上 就是跳舞 然后呢 然后呢 要显出 她很享受 神的恩典的那种样子 很喜乐的那个样子 我就说 这个奇怪啊 她的灵完全变了 对 整个的人格就变了 各位明白吗 这个错谬的教导 就像面交一样 在人的心中 这样产生出来 我们没有分辨 没有拒绝 各位 这些东西就慢慢 影响人的思想 甚至她整个的性情 就会变了 那这个姐妹呢 她做了这件事情 我在整个团队 我就责备这件事情了 那时候她已经离开我了 然后呢 到了2020年 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呢 她就写信给我 她说 朱牧师啊 你还记得我吗 她说 我想告诉你 你不要觉得我走偏了 我没有走偏 她说 我想跟你说 现在这个疫情来到中国 真的很需要你祷告 这个疫情带来我们中国 另外一个革命啊 人都很迷茫 年轻人很孤单 整个社会走向没落 我们怎么办啊 秦牧师为我们中国祷告 我就感觉他 很焦虑的那个样子 那个时候 我从那时候起 没有找过他 他就过了几年之后 他就找我的时候呢 写了这封信 你们看我跟他说什么 我说姐妹 牧师从起初跟你讲的 同样的话 福音的教导 是有纯净度的 你认为 各位 对的教导 跟差一点对的教导呢 你如果没有办法辨别 这是很危险 对的教导 跟差一点对的教导 虽然是一线之差 但是有时候 它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我说 你不要为着你中国同胞 还是整个社会 现在的光景感到迷茫 那时候疫情来的时候 打击中国很厉害 每一个人人心惶惶 我说很多时候 在中国里面 你看到 大家都是国家兴盛 经济繁荣的时候 反而圣徒的心里面淡薄 现在有一些苦难来的时候 教人真正的寻找神 我就跟他讲这些话的时候 他就不回应我了 各位 我要讲的 我得到的结论是什么 他所听的那种道 根本经不起这个患难的考验 他对基督纯一的心 一失去了之后 他之后 他什么教导都接受 什么预言都接受 但是其实 他是恐惧战争 尤其是患难 苦难一来到的时候 恐惧战争的不得了 各位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现在要说的就是 各位 纯医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我们没有管 我们教会是纯医 我们随便听信息 现在网络上 就是开放 每个人随便 接受有些教导进来的时候 没有分辨率 到这些思想 慢慢就影响你整个人 各位要谨慎 以夫所书五章 那里说到 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所以他用水 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所以 神在教会最看重的 就是教会 所传讲的道 我们的合一 我们讲合一 以夫所书四章告诉我们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在真道上 同归于一 阿们 真道 真道是我们合一的基础 如果是真道不纯正 教会不能合一 所以为了这个基础 神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教会 我们大家一起翻开 以夫所书好吗 大家翻开 以夫所书第四章 以夫所书四章 我们来看 以夫所书四章 我们从十一节这里 这里说到 神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士 几重子分 有五重 对不对 这里有五重出现了 四章十一节 十二节 这五重的子分 围绕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 在真道上 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 长成的生命 各位看到吗 你要主的教会长大 你要我们的教会 成熟起来 有力量 一定要怎样 各位要在真道上 真道的基础上 同归于一 十四节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一个成熟的教会 成熟的信徒 不像小孩子 小孩子是怎样 是中了人的诡计 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 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第十五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是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各位 圣经说到很清楚 神将五个很重要的职份 赐给教会 有什么 使徒 先知 传福音的 牧师和教师 牧师教师 可能有两个在一起 那各位 神的道的出口呢 都是从 借着这个五重的指示出来 但是各位要记得 使徒和先知 他们是直接领受 上帝的启示 我相信各位知道 这个东西 所以这直接领受 神的启示的 我们的信仰 我们现在读的圣经 我们用什么来传福音 我们用什么来教导牧羊 都是建立在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以基督为防脚石 阿们 所以各位 这个图画很重要 我们也是说 各位 这个是好像一栋楼 中间是基督 对不对 这个是旧约 这个是新约 Old Testament New Testament 新约 谁写新约的 师徒 对不对 谁写旧约的 我们叫他们先知 对不对 他们都是直接从上帝 领受启示的 所以 使徒和先知 使徒 先知 新约 各位 为什么圣经 先把使徒讲 才讲先知呢 为什么不是按 时间的程序 先讲先知 才讲使徒 因为 新约是旧约的 成就 旧约是新约的 补充 对 你从新约明白了 原来整个旧约的启示 是讲 讲谁的 讲基督的 现在你回去旧约 看所有的先知 所讲的 一切的内容 圣殿的内容 这些仪式 节期 献祭 这些东西 全部是指向谁 我们主耶稣基督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根基 很重要的根基 各位 当我们讲 我们圣约神学的时候 对 神跟人立了几个约 两个约 对不对 一个叫什么约 一个叫行为之约 在旧约立 一个是恩典之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行为之约是从哪里立的 从伊甸园开始立的 不是从律法 伊甸园的时候 神跟亚当笑话说 你顺服我 你不吃 我不给你吃的 你顺服 那个时候 你就得到神的权柄 能管理治理万有 你会成为一个 荣耀的民族 彰显神的荣耀 有没有 那么各位 人成功了没有 人失败了 人失败 所以呢 这个破了行为之约 那后来 神的儿子来 怎样 赐下了恩典之约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因这行 对不对 那这个很清楚了 对不对 那么各位 现在人失败了 神的A计划 达不成了 现在换去B计划 行为失败了 走到恩典 所以现在赐恩典 是不是这样 那行为之约 还要不要 还要不要守啊 你们有没有守 要不要守 守了吗 守了没有 没有守 有守 那神改变了 神说你不能守 所以我给你恩典了 神是这样的 神不是这样的 神 神赐下恩典之约的时候 还是什么 还是要看中 这个行为之约 但是你们都失败了 你们守不了 谁守 他的儿子守 他的儿子 33年半 成全诸般的义 他在十字架上 把那个义 归算于我们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了 所以行为之约 恩典之约 对不对 都成全了 感谢赞美主 以什么 以基督为中心 以他为主 对 他成就了一切 他成全了那个约 阿们 那现在呢 教会呢 教会要怎样 现在在这个上面 要建造 对不对 我们传福音 不是传别的福音 在使徒和先知的 这个根基上 上去 对不对 我们教会建立起来 都是在传福音 教导 建立 这个一栋楼 对不对 上帝永远 把这栋楼建立起来 这是神的灵工 彼得前书那边讲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现在教会的问题 很多 为什么进到不纯一 因为 他们撇弃这个根基 现在又有使徒 又有先知出来发育 又有好像新鲜的道理出来 各位 这是很危险 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说 这初代教会之后呢 特别 正典已经写了 先知的这个职份 使徒是神 亲自拣选的 对不对 除了使徒保罗 其余的都看见 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的整个服事 他的死而复活 那各位 这个是神选 所以呢 没有 再也没有先知使徒 再也没有 他们 之后再也没有 之后上来的 就是我们这些牧师 牧养的牧师 传道的教师 这位教导的教师 传福音的 传福音这里指的 也不是一般的传福音 是特别好像跟建立教会 有关系的 这个意思 所以在这个上面 建造起来的 不是另外一个根基 所以这个的 纯一心是很重要 我上一回 几个月前到台湾去 我说台湾教会 你们软弱的因素 其实讲来讲去 简单 到现在 你们还接受五重知识 你们对 圣经是讲五重知识 但是你们现在 还在接受 有使徒和先知 有新的预言出来 所以这个NAR 刚刚那个弟兄问的 那个新使徒运动的 那个危险 就是在这个地方了 一个人发预言 然后跟你说 你明年会有 会有遇到什么好事 明天会遇到什么 谁还要读圣经 每一个人听他讲就好了 你的病会不会得医治 那他给你发预言 谁读圣经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在讲 对的和差一点对的 各位要谨慎 这些人都是十字架的仇敌 利用十字架的道理 利用圣经的真理 然后来讲自己的道理 人的道理 其实他们是离弃根基的事情 所以教会的软弱 就是一直在接受 新的启示的问题 教会弟兄姐妹 所以听到要谨慎 不要什么都听 要分辨 分辨而听 其实我这样说 到现在来讲 教会界有很多的教导 我也知道 现在网络时代 大家都是会很容易 到网络上这样领受信息 特别有时候 我就发现 在教义的事情上 我们要一致 这是很重要的 教义的东西 应用可以很多种 但是教义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讲救恩论 救恩的教义 预定 拣选 神的主权的这些教义 这些是要一致的东西 这个是doctrine 当然我了解 在教会界里面 有分亚明年派 跟改革宗 对不对 这种 有一个人出发的 救恩是人自己选择神的 选择信的 这种东西 我们不能说他们是义 但是这个教义方面 不扎实的地方 那些好像大卫包生 是很好的一个教导 查经老师 但是他在救恩的论点上 有一点差异 这个特别是 他是比较偏重 人选择神 那个方面 这个走下去的时候 你就发现 这个根基会摇动 所以各位 选择听信息的时候 你们也要谨慎 因为根基性的东西 要听好 我们每次讲到教义的时候 特别教义的纯 跟纯一是很有关系 Purity跟doctrine 是很有关系 基督讲 如果你没有doctrine 你一本圣经 打开哪一句话 就用来讲 其实我们把圣经 一脉贯通 有一个很清楚 比如说讲救恩的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是怎样 讲清楚 对不对 三一神 创世纪到启示录 是什么 讲清楚 doctrine 这个doctrine 各位 很多人说doctrine 一讲教义 就跟着人家吵架了 就带来分裂 怎么讲合一 各位 但是你没有问过 如果你不讲教义 你凭什么合一 你要真正的合一 更加的合一 是一定在这个doctrine 一致性的这个教义 基督教的教义里面 要合一 那这样你才能取得 合一的根基 那么现在 我们问一个 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 那你说牧师 那我们教义 是一致了 我们的教导 存一了 那一定会带来 合一吗 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不一定 每个人就摇头了 因为的确 该学的都学了 但是还没合一 有时候 那个实况 是这样了 有时候我们真的 听了很 存一的教导 但是奇怪了 好像那个教导 就把它当作理论 装在头脑 我们没有问 存一的教导 最终是要带来什么 各位 存一的教导 带来的是什么 爱心的成长 各位记得吗 我这几天 一直跟各位讲 菲利比书 保罗的祷告是什么 因为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 多而又多 有没有发现 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 知识 对 知识清楚了 很多时候 我就发现 信徒呢 心不正的时候 领受知识呢 是好像只有成为一种亮光 尤其是各位 很厉害读书的时候 读到博士 对不对 对 理性 你把东西装进去的时候 是很容易的 一读就会 一读就会 对不对 一读就懂 很满足理性 对不对 还不够 有时候装着 从这个地方 没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用来什么 批判人 你讲的对 你讲的不对 你不正统 什么什么 对不对 有谁是完全正统的 连加尔文说 我有时讲道 有时候也是讲错 对不对 问题是 我不知道自己讲错在哪里 但是我知道有错 所以有时候 我们这个教育的东西 我们关注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没有应用 没有实践 你就发现 这个成为你批判人 不是在爱中 劝解人 教导人 也给人时间 忍耐人 这就是我们 从纯一心来 走到合一方面 我们有时候 有一点误区 这个地方我们要 针对性一点 以福所书四章 所以刚刚我们读了 以福所书四章 一开始 其实呢 在保罗把一章 二章 三章 有关福音的信息 讲了 对不对 认识神 对不对 开始 然后呢 你们得救 救恩的道理 你们死在过犯 最后 他叫你活过来 然后三章 对不对 神接着你所信的 使你心里的力量 刚强 四章一开始 讲的是什么观念 四章开始 讲的是什么 你已经认识了 明白了 现在要什么 实践 实践 这个实践信仰 你们行事为人 下一句话什么 当于 蒙昭的恩乡称 对不对 有没有 实践前面的蒙昭是什么 蒙昭的因素是什么 蒙昭的内容是 一到三章已经讲了 神怎么来拯救我们 对不对 然后呢 第四章开始呢 你的行事为人 那么在这个行事为人 保罗一讲的时候呢 会马上出现了 相爱合一的教导出现 你们拿你们的周刊 今天本周的经句 刚好我刚才看到这个东西 我们大概看一下 一部说四章 四章二到三 你们看 这个经句出现了 行事为人 当于蒙昭的恩乡称 第一节是讲这个 第二节开始就说什么 我们一起读 凡事谦虚 温柔忍耐 用爱心 互相宽容 用和平 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 圣灵所致 何而为一的心 各位 你读这句话的时候呢 你们要默想 不要只有背诵 你们看这个 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 互相宽容 各位 这些话是什么 这些字眼 是带给你的精神是什么 什么性质 约束性质 你们有没有发现 约束性质的 一定是有不谦虚的教导 才要谦虚 一定是有不温柔的人 才要忍耐 对不对 我们才要温柔 要忍耐他 一定是很难爱的人 所以我们才要多有爱心 各位有没有发现 有一种约束性的 然后下面结论是什么 你们要竭力保守 圣灵所致 何而为一的心 各位 何一是谁赐的 神已经赐了 圣灵所赐的 在哪里赐 在基督的福音里面 已经是合一了 各位这里哪一个人 进到教会是要搞破坏的 那个叫山羊 对不对 我们近来都是愿意 要彼此相爱 我们都是要彼此尊敬的 但是问题是不到一下子 爱不了 尊敬不了 我们的有一些老本性 就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先讲到 保罗说 圣灵所赐的 在救恩里 已经赐下合一的心了 但是 你们的回应 你们的积极是什么 你们要竭力保守 你们要竭力保守 你们要约束自己 你们要谦虚的 你们要忍耐的 有些人说 这个是不是假冒为善 我们好像假冒为善 在教会特别要忍耐 特别要谦虚 在家里又不是这样 不是 这是我们在众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不要伤到彼此 我们不要叫旁边的人跌倒 明白吗 这是一个爱心的出发 所以当我们先来 我们到教会的 刚刚是感情很喜乐 对不对 但是很快你发现 你要竭力保守 那个合而为一的心的 不然一讲话 就是冲到彼此 刺到你 我或者怎样的 就不理解你 或者我的表情 就是叫他跌倒了 还是什么 对这些东西 其实很容易发生的 要竭力保守 各位 所以 现在我们在讲什么 我们从纯一讲到合一 纯一连结到合一 先是纯一了 没有纯一的教义 你不能合一 但是纯一的教义教导 有的之后 要连结到合一的时候 对 我们都是同盟救恩的 圣灵已经赐下合一的恩典 我们要竭力保守 所以这个就是合一的约束 第一 合一的约束 那各位 我这样讲一句 顺便给各位的一些 很重要的话 就是 我觉得这个教会 就是 其实在合一 实践方面 可以多祷告的 当我读到 以弗所书 法罗这样讲 你们要谦虚忍耐 保罗很多的书信也是这样 你们要彼此饶恕 如同主饶恕你们 然后竭力保守 圣灵赐合一的心 我心里面想 其实教会 教会是 有时候我们 在传统教会长大 我们常常听到 传统教会强调 纪律 各位有没有发现 要纪律 谁犯了罪 要有纪律 对不对 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我们也看到这一点 但是我 我俗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 我觉得 其实不是 每一个罪 都要很严重的纪律 其实反而 我们会发现在教会里面 有多半弟兄姐妹的 软弱过犯 是我们要忍耐 你们有没有发现 是这一点 教会不是天天开法庭的 开法庭 你昨天讲什么 你上个礼拜 对我怎样 不是这样的 这个上个礼拜 是上个礼拜的事 你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了 所以很多东西 大多数是要忍耐的 不是每个 所以你们记得吗 保罗在《贴撒伦连加》五章 前书五章 就讲到四种人 你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 当然有一个警戒 但是之后你们要勉励 谁灰心的人 扶助软弱的人 还有什么 向众人忍耐 你看 很多是要忍耐性的 勉励性的 扶助性的 就少数是要警戒他一下 所以整个恩典的团庆 虽然我们有原则 我们有纪律 但是多半 因为我们知道 人都是软弱的 也动不动都会跌倒 说错话 迟到 什么这些 我们还是有忍耐的心 所以这个教会 从纯一走到合一 有这一块 总是有怜悯之心 有约束自己 这个方面的东西 我们多思想 请大家多思想 要得着主的心 然后第二 所以我就讲这几点 我们现在从纯一走到合一 刚刚我也讲了 合一里面的约束 第二还要什么 第二 以福祉所书告诉我们 你们要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这里是讲什么的 讲服事 刚刚我们问题解答的时候 很多人就问起 这个服事的东西 有没有 教会弟兄姐妹 在真道上受教导之后 必定要进入服事 在这当中 学习合一的功课 然后大家 服事里面 一定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不是为了得自己的荣誉 或者满足感 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那么我现在讲几样东西 在服事里面 很真实的一些难处是有的 真实的难处 通常我们这样讲了 动手的人很难动心 动心的人很难动手 你们有没有发现 服事的时候 每次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教会里面有动手的人 摄影 排椅子 PPT 要做 有没有 这是动手的人 然后他们就很急躁的 就是做事情 但是动心的人 新朋友来了 我们关怀他们 各位有没有 然后就接纳他们 各位喜欢 来到教会 你喜欢哪一种人 你喜欢动心的人 对不对 有人来跟我握手 有人来这样 所以我们很喜欢 但是你要知道 整个教会的运作 也需要动手的人 所以各位明白 这个两方面 各位要懂得结合 你要明白 大家都在各进其子 所以我们要尊重 彼此的服事 有时候动手的人 有一点急躁 是会有的 他也慢慢学习 那我也要慢慢放下 我自己 要晓得 这是教会 做事情不要太猖畜 讲话不要太直 总是有温柔 这个是当然的 对不对 当然 但是我们也了解 它的处境 有一点难 对不对 你们夫妇生活 有没有在一起的时候 两人在一起 师母是做家务 动手比较多 我是在房间 想东西的 当然我不是没有做 我有帮他做 但是他动手的时候 有时候 他的火气就会起来了 这是一定的 流汗 辛苦 对不对 我弄好了 你给我弄乱 那个东西 这些东西 这有 但是我会尊重 他的服事 不然没有他 我的家变狗 但是的确我是带领着 我要想 孩子等一下回来 我要跟他们讲什么 要怎么教他们 什么东西 还是他们 有些学习的东西 或者我们家里 这个拜六礼拜天 我们去崇拜 要什么预备 这些东西就先想 想这东西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各尽其职 这是很重要的 动手的人 他的关注在事物 事物 动心的人 他常会关注 与人的关系 但是这两者 能够结合在一起 是很好 因为圣经 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六 跟刚刚读的 百结 各按各职 要照着彼此的功用 彼此相助 这句话太好了 百结 各按各职 保罗他每次用身体的构造 讲一个原则的时候 各位要注意 他在讲什么 你要用一个图画 那百结 比如说 我们讲一只手 好吧 我们这里有医生了 那手有大手臂 小手臂 手腕 对不对 我们有大腿 小腿 还有筷子骨 对 这个中间有什么 那个结 那个结 其实原文是 ligament ligament 其实每一个结里面 是有一个好像塑胶的 那个韧带 接住 这个韧带 我是打过球 我的韧带断过 所以我是知道 这个韧带断了 你的脚马上没有力的 对不对 所以韧带健康 紧绷的时候 其实很有力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你会发现 三个部分 那你说这样麻烦 我们合一 上帝造一只手 直直的就好 不需要结在一起 你的手如果是这样的 你怎么抱人 各位有没有想过 你怎么吃饭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 上帝造东西 你抱人 给人感觉到温暖 其实这个三结 都是重要的 要结在一起 就是上帝的 上帝创造的奥妙 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用这个东西来讲 教会的合一 所以我们在一起 一起服侍当中 我们结在一起 弹琴的 PowerPoint的 带领诗歌的 献诗的 拍子的 等一下做卫生的 其实每一样东西 要结在一起的 如果你轻看哪一个 轻看 你的不重要 有没有都可以 他就会受伤 那你就会发现 在彼此相爱 合一尊敬的方面 你就学不到功课 所以请大家理解 在教会的合一里面 需要服侍 你不能说 我不用服侍 服侍了更多麻烦 那你只是逃避问题 你反而服侍在当中 你就更认识你的肢体 然后彼此适应 彼此的有些个性 为人 对不对 其实会了解 他都是爱主的 只是他的个性是这样 对吗 这样的时候 你们相爱才是真实的相爱 合一是真实的合一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从纯一的教导 实践出来 怎样 到什么 现在还有什么 服侍当中的合一 记得 那个服侍的合一 是叫外邦人进来的时候 看真不一样 感觉到这个教会 大家一起做事 做事当中都相爱 这很重要的一个 会改变 使人的心 有感觉到 对神的福音 有赞叹的地方 那么各位 还有一个 我最后讲完这个地方 我们就解释好吗 最后 刚刚我讲什么 从纯一到合一 我说什么 第一是什么 合一的需要的约束 第二是什么 带来合一的服侍 第三 我要讲的是 还有 大家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有一种相爱合一的氛围 这是很重要 相爱合一的氛围 今天早上有人问牧师 牧师 我们的教会从一百个人 八十个人 五十个人 疫情后三十个人 有时候这样的人数 这样减少的时候 当然有外在因素 现在这个地方 中国人也比较少过来 但是有些因素也是 我们一直感觉 好像人都没有饥渴 该讲的都讲了 跟他们讲 你有罪 你要快点来到神的面前 来得拯救 听都听厌了 也不来 所以到底 难道这里没有选民了吗 没有选民了 那神让我们留在这个地方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祷告的一些地方是在哪里 我们一起看 今天早上我给你们的经文 我们翻开 《使徒行传》好吗 《使徒行传》第二章 二章你们看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 那时候 教会诞生了 三千个人信主了 重生信主了 那之后他们做什么 第四十二节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界 白饼祈祷 各位 这里都是讲到 存一跟合一的两个观念 对不对 使徒的教训 然后白饼祈祷的那种敬钱 还有怎样 大家交界 Fellowship 这个相爱的 这个合一的 有没有 所以下面就很实际的 具体的讲 到底怎样的事发生 四十三节 众人都惧怕 他们都很敬畏神 对不对 使徒又行了许多的神迹 歧视神迹 然后信的人在一处 凡物功用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 照个人所需用的 分给个人 各位 这个不是共产主义 这个你们要知道 这个是自愿做的 自愿的 不是中央的力量 全部没收 然后呢 不是 是好像有人 自愿卖掉自己的房产 你们看到巴拿巴也这样做 后来卖掉 然后奉献 对不对 所以都是在乎彼此的需要 这个西方国家 有时候 我很喜欢美国的这个文化 Share food 把食物拿去给你邻居 疫情来的时候 好像不太礼貌这样做 但是呢 一般上我看 美国人都是Share food 把食物带给邻居 很好的一种举动 教会有爱宴 是一种爱 对吧 所以我们叫爱宴 然后你看 下面怎么说 46节 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 横切地在殿里 横切地殿里 所以他们很纯一的心 且在家中摆饼 下面有一个氛围出现了 纯着一起读 存着欢喜 诚实的心用范 赞美神 得众民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他们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里有一个相爱合一的氛围 教会 有严肃的时候 我们聚会有严肃的时候 但是也有 我们很欢喜 开放的时候 人其实都喜爱那种 比较欢喜的那种氛围 各位有没有感觉到 人一般上都是喜欢这个东西的 人不喜欢太拘谨的 有时候我们 尤其吃饭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发现 初代教会 欢喜的心用范 这个范这个字 这个出现的时候 我们华人最喜欢的 有范 因为一吃饭就会讲话 你们有没有发现 很多人是一吃饭 填饱肚子 就开始讲话 各位 我早上说什么 你们要明白 非基督徒 他们不明白属灵的东西 但是他们会看外表的东西 一般人 你怎么对彼此 来到这边的 大家的热闹 谈话 谈心 真诚 诚实的心 他们看这个 你们的喜乐 你们的表情 他们看这个东西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是一种氛围 你有这种相爱合一的气氛 不是太拘谨 大家一起包容接纳 但是也有一些原则 做事情有条有理 还是基本上跟人在一起 有相爱自由的那种文化 一般上非信徒就喜欢 他们经历这个东西之后 他们其实从这种东西 有一种感觉 基督教是这样的 基督教好像有一种圣洁 但是也有一种喜乐 他们感觉好像有一种 你们叫做什么公义 但是也有慈爱 他们就用感觉来体感 明白吗 然后慢慢就会坐在你们当中 然后就多听信息 那神的时间到 圣灵施行救恩 他们重生就会坐在这个地方 继续跟你们成为 一父一主一体一喜的人 对你有没有 那这就是神把得救的人 天天加征 在我们当中 所以有时候在一起 我们之后大家一起问候 弟兄姐妹 回国回来之后 到底怎样了 各位这些的问候 其实都很重要的 这个就是使徒寻传 二章的整个氛围来的 各位明白吗 所以有一些东西 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那圣经是尽量形容 你要看到那个图画 那有时候我们的教导是很清楚 教导了 教训了 但是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实践出来 到底那个整个的图画是怎样的 我们要多思想 往这个地方祷告 所以纯一的教导 带来的整个运作 合一的约束 带来合一的服饰 还有带来合一的氛围 阿们 愿主祝福大家 那牧师就用这些话 勉励你们 也是一个指导方向 我从你们的问题 我知道你们关心的东西是什么 每次我到这边 一个新的地方服饰的时候 我是就那五篇到六篇到 尽量 可能没有很多时间 尽量受圣灵给我的感动 给予你们那时候 你们最需要的信息 最需要的 在最短的时间 把这样的信息给大家 盼望成为各位前面的祷告 阿们 好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你今天 这个荣耀的主论里面 主 你让这种圣徒相聚 朝拜你 我们一起 看见 主爱你的教会 主 你也在这个教会里面 主 你设立了这个神圣的祭坛 把主的道 很清楚明确地 传讲出来 我们相信 我们三层华人教会 是一个忠于主的话语的教会 忠于教导 主 我们也盼望 在这几天里面 主 我们一起确认之后 我们也知道 这个纯一的一个教会 要怎么带来 一个相爱合一的 一个运作 主 这个方面 求圣灵多指教我们 让我们经过这几天的特会之后 主 我们知道 怎么彼此相顾 彼此相待 让我们能一起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主 在这些方面 显出主与我们同在的心 叫世人都看见 我们就是你的门徒 感谢主 愿你仆人所讲的每一句话 都能够成就在 我们三层华人教会 愿他们在 屏幕的事情上 也能够得蒙主的祝福 感谢主 愿你却荣耀归给主 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祷告 阿们